日本人有多疯狂 为了恢复人口固扫手段 要求13岁的女孩辍学生孩子 每个女人必须生够5个孩子 生够10个孩子会重伤 那么他们为什么甘愿沦为生育机器 仅仅为了生活补贴就做件自己的绳子吗 这还得从二战说起 1939年随着德国闪击波兰 战火迅速蔓延到全国61个国家 据说伤亡总人数光有9000万 除苏联以外 日本人口也损失惨重 战争期间 日本为了快速增加人口 鼓励女性多生多育 甚至将女性的结婚年龄提前到13岁 这个年纪的女孩 本该是在学校学习玩耍的时候 却被迫结婚生子 日本规定 每对夫妇必须生够5个孩子 如果生到10个以上健康的孩子 还会收到奖赏 前两个孩子会奖励8000元 之后的每个孩子 会奖励1万元 每月还会有3000元补贴 因此在当时 很多人都以生孩子多为荣 有一个日本女人 一口气生了16个 受到了日本的隆重表彰 被誉为是一个军国之母 但她的身体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不过日本才不管 女人身体生孩子多了 会不会受损 反正该生的年纪不生 或者生不够5个 都会受到惩罚 因为不生的话 日本还怎么打仗呢 而且日本禁止实施流产手术 更不允许坐胎 谁敢这么做 谁就是犯罪 所以当时的日本女子 一旦满13岁就要立即结婚 结婚的对象 必须是优先选择 即将上战场的军人 并且要在短时间内 想方设法地 为这些军人留下种子 同时 日本为了让更多女人 心甘情愿地沦为生育工具 不断地对他们进行洗脑 打劫小巷都张贴着早婚早育 多声优声的宣传单 在这样的洗脑下 日本女人也将结婚生孩子 当成了一种光荣的报复方式 据说有一个名叫 井上千代子的女人 嫁给了即将上战场的日军 结婚后 两人几天结后不出门 专心找人 但沉醉在温柔乡的丈夫 渐渐产生了厌战的想法 井上千代子 为了让丈夫免出后顾之忧 甚至丈夫睡觉的时候 偷偷割破喉咙自杀 并留下一封万字信 劝见丈夫为国尽忠 井上千代子的死 促成了她丈夫 成为平顶山残案的贵子手之一 而她也成了日本妇女的典范 被日本皇后奉为招和猎女 无数日本女子都以她为荣 而日本更是借机 鼓励所有妇女为国奉献 前往前线慰问日本军人 并表示 日本会将慰问将士的妇女 当作金国英雄 而且她们还有不菲的补贴 作为报酬 很多丈夫战死沙场的遗孀 本来就因为生的孩子不多 生活中备受邻居嘲讽 而且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 日子过得非常拮据 听到日本鼓励去当慰安妇的消息后 她们心动不已 这样一来 不仅有了经济来源 还能得到无上的荣誉 简直是名利双手 于是这些日本妇女 纷纷主动报名 据说当时一天 前去报名到前线 当慰安妇的女人 就高达数万 其中大多数都是 刚满13岁的女学生 她们都希望为国效力 并拿到巨额报酬 方便开始过半辈子的美好生活 但当他们到达前线后 才恍然大悟 所谓的美好生活 竟是人间炼狱 二战期间 日本为鼓励生育 规定生十个孩子 就会被中奖 并授予荣誉称号 反之如果达不到要求 就会被送去前线 当慰安妇 接待成千上万的日本士兵 一人三分钟 每天上百人 那么他们的最终结局 会是什么 在二战期间 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日本男人在外打仗 日本女人在为打仗生孩子 当时日本人口稀少 再加上打仗的原因 还死了不少人 因此日本开始 大力提倡生育政策 凡是满16岁的女子 都要立即结婚 并且在30岁之前 生够5个孩子 当然多多一善 生过10个以上 会被授予军国之母的称号 还有优厚的奖励 但是如果生不够5个孩子 或者说丈夫战死沙场了 不论什么原因 只要达不到标准 都会被送到前线 为将士服务 日方谎称 这是一种光荣的举动 不仅有丰厚的报酬 还会有令人羡慕的荣誉 这些被日本洗脑的妇女 到达前线后 才发现 这里竟然是人间炼狱 在这里 她们连基本的尊严都得不到 首先 日本军医会对这些妇女 进行严格的筛选 她们会让女子脱下衣服 检查身体 是否有异常 是否美观 不符合要求的 会被直接枪杀 之后 军医会对合格的女人 抽些检查 查看有无疾病 在经过一系列筛选之后 这些女人 甚至是未经人事的女孩 分别被送到不同的屋子中 开始了万劫不复的生活 一个屋子里 空间狭小 只有一张窗 这将是这些女人 长期活动的范围 不多久 女人的屋外 就会排起长长的队伍 都是等待服务的日本士兵 最初 日本为了安全起见 只用自己国家的女人 为士兵提供服务 所以出现了一种 功不应求的现象 日本士兵 经常是从早上排到晚上 才能体验到服务 在这种僧多肉爽的情况下 当然是日本军官率先体验服务 当军官走到门口时 会在门前拿一只出击一号 以此避免被感染疾病 保持作战能力 而屋子里的女人 看到外面长长的队伍后 吓得直哆嗦 她们终于意识到 这是日本精心设计的骗局 主要是为了让日军消遣 因此她们开始哭闹嘶吼 但这一切都是徒劳 只会换来日军无情的殴打 被打得多了 她们自然也就不反抗了 任凭日军摆布 常常是她们在接待一个士兵的时候 第二个士兵已经解开皮带 站在窗围等候了 而有的时候 她们甚至要同时接待好几个士兵 平均每天要接待上百人 一人三分钟 几天下来就已经接待了成千上万人 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只要日军有需要 她们随时都需要服务 日军完全不把她们当人看 只是将她们当作发泄授欲的工具 更不会了解她们的过往 或者仔细看她们的表情样貌 据说一名日本士兵 在释放完体能后 才知道刚刚被自己灵虐的女人 竟然是自己的亲姐姐 这位士兵瞬间癫筐 自己对亲姐姐干了猪狗不如的事 这让她对日本痛恨至极 一把火烧了两套 随后自闭而死 而她的亲姐姐也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当时就自禁了 但这样的事 并未引起日本的重视 她们依然继续坑蒙拐骗着梁家妇女 一位妇女在丈夫上战场后不久 被日本告知她的丈夫已经死了 劝说她也遵同丈夫的志向 到前线为众多将士服务 这位妇女在日本的劝说下 成为了一名未然妇 每天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 然而有一次 当她正服务一位军官时 突然才发现 这个人竟然是她战死沙场的丈夫 夫妻俩顿时惊恐不已 丈夫没想到 自己好端端的妻子 居然在这里成了服务士兵的未然妇 妻子也恼怒不已 共骂日放 夫妻俩对日本失望不已 军官再也无法专心打仗了 而那些未安妇 最终因染病被抛尸荒野 其中大多数都是士兵的妻子姐妹 还有一部分直接被日本灭扣 因此掩饰罪行 只有少数人有幸存活下来 日本的无耻行为 也含了很多人的心 或许这也是日军 在二战中战败的原因之一吧 据说二战中 日本一共伤亡200万人左右 这使得本就人口稀少的日本雪上加霜 为了快速恢复人口 日本想出了一个更加卑鄙的计划 二战后 日本为恢复人口有多变态 规定生下10个孩子会被重伤 为了进一步扩大人口 日本甚至将未经人事的少女 送到美军的营房中 反正不管孩子的父亲是谁 只要生下孩子就行 却唯独对一种人强行绝育 那么这种人到底有什么不同 日本鼓励多生多育的后果又是什么 二战后 日本由于战争人口数量 称断崖式下降 全国只剩下了7222万人 日本决定快速恢复人口 提倡多生多育 只要愿意生孩子 就会受到日方的各种优待和经济补贴 全家人至少两年可以不用工作 日本还规定将女性的结婚年龄提前到16岁 生下5个健康的孩子才算合格 生下10个以上被授予军国之母的荣誉称号 并且有巨额补贴 当时大街小巷都贴满了生育的宣传语 最著名的就是生吧繁殖吧 而且日本为了进一步提高出生率 甚至要求13岁的女孩下学 回家嫁人生孩子 但当时日本大多数男子都死在战场上了 根本没有太多男子可以生孩子 于是日本又表示 只要女人生下孩子 不管是谁的 都是日本人的孩子 原本日本女人的真结观念也是非常重的 但她们根本找不到男人可以结婚生孩子 不仅生活上得不到保障 如果到30岁还没生过5个孩子 她们也会受到惩罚 为此她们开始物色既能赚钱又能生孩子的男人 当时日本国内有很多外国廉价劳动力 于是日本女人主动向她们套进户 这些人本就没什么积蓄 娶媳妇都难 现在有免费送上门的媳妇 她们自然是乐得合不拢嘴 但是这些人还远远不够 仍旧有很多被剩下来的日本女人没法结婚 于是日本又想出了一个卑鄙无耻的计划 改良人种 众所周知 日本人天生身材还小 为了改变这一基因短板 日本将国内长相漂亮的少女 送给当时驻军在日本的美军 送上门的不要白不要 美军也是毫不客气的悉数收下 当这些女人发现自己怀孕后 便会被日本秘密接走 回家生孩子 总之只要是个男的 日本都会让自己国家的女人主动送货上门 但唯独对一种人例外 并且强行要求他们做绝育手术 那就是先天有缺陷的日本男人 因为日本担心生下的孩子也会遗传缺陷 所以强行将他们绝育 但不管日本找美军还是廉价劳动力 都没有改变自身基因问题 唯一改变的就是人口数量 日本人口迅速恢复 但虽之也带来了更加严重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等等 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日本为了人口固责手段 不仅没有尊重人们生育的意愿 更没有遵从自然规律